臺灣是蠻普遍的,幾乎一暈 一般的院長都是說內有不平衡 這個是很多都是說過度診斷 有的病人在換課的時候 耳朵因為內尼八歲中 他會有悶在,感覺很脹 我們來講一下老人家常見 這幾個比較常見的眩暈 第一個就是剛剛提到 多重病人感官系統老化 引起慢性的頭暈 那這個就是我剛剛所講的 第一個耳朵,內耳結尼系統的退化 第二個就是視覺 我們需要平衡,需要視覺提供我們線索 你看不到外面地底線就會暈 那這個本體感覺之類就是我們這個身體 所有的脊椎肌肉 他會感受到我們身體手腳在哪裡 提供我們肌肉這個長力 這個老了就會比較退化,比較沒力 再來就是這個腦部 我們腦部的部分也是退化 腦部的部分整個統合的功能也不好 所以其實老人家每個系統都退化 沒有哪個系統都比人家好 所以跟年輕人不太一樣 年輕人可能或許是單一個系統出問題 可是老人家他有可能是每個系統都出問題 像視覺最簡單就是你剛配眼鏡 有了這個老人家去就去配那個多焦點的眼鏡 看遠看鏡 那可能配的時候剛配 他就一兩天看了以後就來就說他暈了 這個是標準是視覺引起的 他的視覺甚至沒有辦法接受這樣子一個很快速的一個變化 飄飾不過來 有時候就會引起他頭昏這樣子 那在老人家的清靈功能 主要就是裡面整個耳食 毛細胞等等神經系統都整個退化 導致說他就容易暈起來 這種病患其實一般傳統在我們台灣都是給藥物治療 因為這種運都暈很久 一暈都是算好多年的 那一般我們都是用藥物治療 但是藥物治療效果會不會很好 其實不會很好 病人就是有次要好一點 每次要他就暈一下 但是藥怎麼停不了 就一直吃這樣子 所以這種其實可能要考慮做 就是現在常常比較少做潛艇功能的復健 盡早開始在這個 我們的復健科那一邊 有做一些潛艇功能復健 早期就要開始復健 然後開始減少這些藥物的使用 其實這些暈的藥 都是一些醫治性的藥物 他的副作用才能都是你嗜睡 透昏 有時候你已經暈了 但是不得已吃藥 吃了又透更昏 就是覺得他比較不精彩 就很沒有精神這樣 所以其實做一些潛艇功能復健 或許是未來 慢慢可以考各個院所考慮的方向 減少藥物的使用 或者是不要長期這麼長期的使用 那病人做一些復健之後 其實暈的症狀才會改善 第二個要特別的就是跌倒 其實這個部分也是都被忽略 頭暈的老人 其實最重要另一個問題就是跌倒 包括家庭的生活環境的改善 使用一些住行器 減少跌倒的風險 因為跌倒的後症長是非常的厲害 那這樣子的這個跌倒的改善 其實可以增加他 因為他病人比較敢出去活動 他才敢出去走 敢出去做一些肢體的復健 增進他的生活環境 這個頭暈症狀的另外一個迷思 就是說這個有時候病人來 他吃了一陣子 可能一次兩次的腰腰都覺得 我好多了 不太暈 那我們就會想給他停腰 但是這個病患他可能會說 我不敢停 那我胖一停就又暈起來 那醫師你可不可以 就是開一個月甚至開慢性廚房 借給我 他這種病人有時候已經暈好多年了 他也都長期吃藥 吃起來藥有效 他就會想一直吃 他可能也不想停這樣 那這樣的情況當然對不對 這個頭暈的這種藥物使用的迷思就是說 其實應該是要吃病患的情況 調整藥物 真的會需要長期這樣 一直使用藥物的病人 可能沒有這麼多 過度依賴的藥物 我剛剛講這些藥物其實都有一些中初的抑制 都會造成他頭會想睡 那其實這樣子這種中初的抑制 一般是會拖累病人他的復健 因為他一直抑制你前提的功能 那我前提想要功能要恢復 也恢復不起來 因為都被你壓掉 所以他其實會拖累復健 甚至暈個久 本來不會暈這麼久 你藥物用出去很有效 但是一直用不拿掉 他反而就是剩下來那些暈都不會好 甚至暈到好幾個月都在暈 所以就是要吃病人的情況開始停藥 然後開始做一些復健這樣子 讓他平衡功能趕快可以恢復會比較好 那我們現在在做的復健其實很多 像這個甚至Wii 像在這個國外的復健 可能甚至像這種平衡版 Wii都是一個做復健的 這種可以甚至可以考慮的這一些的東西 讓病人在上面 藉由玩遊戲的方式達到復健的方式 那我們中國人這個太極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 像那些簡單的這種土風物 比較這個軟性的體操 或者像是這種武術太極 這其實很好 這個是連國外的這個文獻 都有這個RELOVE 我說這個太極其實很有效 太極為什麼會有效 像這一些這種體操 肢體的這種運動 它的目的在於增加肌肉的脹力 那藉由這樣子的肢體的活動 我們身體的感官的功能會加強 意思就是說 一點點檔檔檔檔 我們的身體才知道現在手在哪裡 腳在哪裡 藉由不停的這種運動 我們對於身體在空間的這種掌握度比較好 像潘濃病病人 他這種病人他因為神經退化到之後 有時候就是腳有傷口踩到精子 他也不太會痛 所以常常會引起這種腳體的發炎 甚至結智 但是藉由這一種像太極症的這些活動 你可以加強他的感覺 他知道這個肢體在空間中 他是屬於在他現在目前在什麼位置 這樣子的一個感覺的恢復 會幫助他平衡感造回來 所以其實做太極等等這些體操 中國傳統這些運動是相當好的一種復健的方式 那其他像兒子坡肉大概我大概簡單提一下就好 因為今天比較不是今天主要的主題 不過這個在老人家這個是最多 診斷第一名還是兒子坡肉 大概有10% 那其實兒子是什麼 兒子其實是原子是存在我們這個 這個 這個橢圓朗裡面的一個 感受重力的構造 他讓我們知道我們身體現在在什麼姿勢 加速度是多少 感受重力的情況這樣 我們才知道身體是怎麼這樣 但是這個兒子萬一脫落了 萬一這個兒子萬一脫落了 跑到這個犯規管裡面亂跑 那就糟糕了 就會引起很多不正常的訊號 兒子其實是一些碳酸鈣的結晶 他原子是在這個腿那裡面 對我們來說是提供正常的勝利功能的東西 但是他一旦脫落 為什麼脫落 其實就是退化 其實大部分是老化 他就自行脫落了 脫落了以後呢 到這個半規管裡面是老化 在裡面跑 就很多不正常的訊號跑出來 我們就會感覺到暈 這個是開刀中的圖 甚至有比較極端的方式 事實上這樣的手術非常的少 只有在一些難支性的這種 這個兒子脫落症的病人 就怎麼樣都敲不回去 都復位不良才有可能去手術 這樣的病患相當的少 但是在手術中把這個半規管測開來 就會看到這個絲頭在裡面跑 這種手術不是他主要的治療 那一般來說兒子脫落 最多的就是老人家 五六十歲這一個是最多的 那肾息率其實還蠻高的 大概從這個千分之一到萬分之一 每一年都有 所以其實算一算台南是一年 算起來應該這樣的病人不少 其實一年下來應該是至少是 成百上千的病人每一年 那他大部分都發生在後半規管 他自己是做兒子脫位 其實不是靠吃藥 很多病人他就是兒子脫落以後 他可能在他都沒有做到兒子脫位數 就在各個這個可能其他的這個 院所就是吃癢 一次吃好幾個禮拜都不會好 一兩個禮拜兩三禮拜再暈 但是可能來我們這邊做一下兒子脫位數 石頭敲回去就好了 但是所有的暈都可以敲石頭 其實因為很多包裝雜誌都會爆炸這個兒子脫位數 神奇的兒子脫位數 就是敲一下那可能隔天就不暈了 那所以有病人看到都會來說 那我暈了可不可以幫我敲石頭 其實不是啦 兒子脫位數就只能說 只能在兒子脫落症 這樣診斷的病人才有效 一般的頭暈去做兒子脫位數 其實是沒有效果啦 那再來是老人家 老人家是好發的年齡 但是他要做兒子脫位數要特別小心 因為在做兒子脫位數要轉來轉去 那如果有頸椎病時 甚至有可能要小心傷害到頸椎 這個是我們診斷的方式 讓病人往右側躺 往右側看看快速的躺下來 那躺下來的時候 會去看這個病人會不會出現點心的眩暈 我大概讓大家稍微看一下這個 我們其實在做那個檢查的時候在看什麼 讓病人往右往左看看快速躺下來 躺下來以後我們再看眼睛 我們又跑出這個東西來 眼睛會看到車輪轉 車輪轉 這個就是眼症 那典型這種耳屎脫落的病人 其實在我們做這個測試的時候 會看到這個眼球快速的轉動 這種車輪轉的這種樣子 這種就是可以藉由這樣的理學檢查來診斷 那診斷了之後呢 診斷了之後 大概就是接下來 我剛才有提到最快速的方法 就是做耳屎複位數 那耳屎複位數大概有幾個頭會往0個方向轉動 讓他轉到側躺然後鎖起來 那耳屎複位數一般在門診這樣子做 大概成功率都有八九成 其實成功率相當高啦 來門診做回去大概八九成的病人 那到下一次有時候也不回診 因為回去就好了 你之後也不會再過癌了 所以耳屎複位數其實就診斷是耳屎複位數的病人 我想應該是很值得推廣也非常有效啦 那另外這個除了剛才講到這種退化性的頭暈 耳屎脫落第三個常看到的就是這種前庭功能病變 前庭功能病變我們常提到的就是前庭神經炎 或者是這些迷霧發炎 或者是他其他前庭功能的退化 他常看到是急性發作 那聽力大部分是正常的 這種暈會暈很久 這種暈就容易跟中風高昏 病人常常會來急診室的都是這種暈 這種暈突然發生暈得很厲害 而且甚至於暈暈好多個小時 甚至暈到一兩天 病人就會受不了會來急診 那這種病患也比較常 家屬來會問說這個真的是中風 不然怎麼會暈得很厲害 暈這麼久這樣子 他需要用一些藥物的治療 那需要一段比較長時間的復健 讓他前庭功能慢慢恢復 可能甚至要到15個月都有可能 老人家可能是兩三個月都有可能 那自害性的低血壓在老人家也常見 常常有一部分是藥物引起 那一部分是本身的退化 心血管功能退化 所以躺著 躺久坐久突然站起來 這個血來不及打上來 血來不及打到腦袋 他就會覺得頭暈 甚至兩眼發黑 甚至嚴重就暈倒跌倒這樣子 那自害性低血壓的這個藥 第一個要小心的就是調整藥物 因為我剛提到像是一些 社會腺肥大 或者心率不整 或者是一些 這一些利尿劑的使用 還是一些這個心率不整藥物成 都有可能會造成這個自害性低血壓 所以要調整可能起因的這個藥物 要請病人適當補充水分、鹽分 甚至可能穿彈性化 不要一下就起來改變姿勢 要起來之前創便先坐一、兩分鐘 自營一下再慢慢起來 最後講到這個心音性的頭昏 心音性的頭昏其實 到整段疾病的時候要非常小心 第一個病人他可能要 本身有這樣的病死 緊張、焦慮、恐慌、過度患、氣增後全等等 這有可能是他本身的服用這一類的藥物 因為精神科的藥物 他的副作用常常就是包含頭映在裡面 再來就是本身的這個疾病 可能要做死路的控制 而且要排除其他的問題 我們要排除其他本身的疾病才能歸一句說 不能說這個病人有焦慮 所以這個映就是焦慮引起的 所以要小心排除其他的這個疾病 才能夠歸入這個心音性的頭昏 所以我大概總結一下 就是說